第1個提示 請看我 國際動漫家 這沒看動漫的怎麼會知道 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話還沒講完啦 你急什麼 我上次都搶不到 這一次很緊張啊 你不能亂搶啊 好啦 全部人給我答案 你不等第二個提示啊 好... 你按了就按了 沒辦法 加 答案什麼 國際動漫家 國際 因為... 因為什麼 有第二個提示嗎 因為什麼 因為我配那個魔女宅集 變成琪琪 又配龍貓的妹妹 琪琪跟龍貓的妹妹 都是宮崎駿 宮崎駿答對沒有 打光了 果然偷 但是他很強 因為他是用聯想 所以要打 他也是聯想 他自己曾經被考過的問題 妳說妳那個誰的妹妹 妹妹的台詞講一下 聽聽看 姐姐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這可能要看到人 我就聽就是妳的聲音 不然那個 走那個魔女宅集 變成琪琪好了 琪琪 來 琪琪 你累不累 是一片浮在海上的城市 有了 這個好多了 因為那個年紀比較大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心之谷的月導文 那個女主角 妳配很多 妳配很多動漫 就是因為我 宮崎駿配很多 所以我剛剛腦中就 我就覺得管他 好厲害 妳發現妳認為我們的提示 都滿針對性的就對了 我覺得妳們都有做任何 就是來賓的功課 很用心 我剛剛進行楊小黎的結婚歌 功課賽請就位 楊小黎同學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 還有外交系的雙主修 是 來 試著他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夢幻大獎 請開門 各位朋友往左看 電動麻將說 智慧家電 雲端點播系統 九龍格攻略賽提醒請公佈 楊小黎的題目 有五分鐘的要作答 她要面臨的考題是 小童星就是妳 四歲出道 聽說 是 韓式網路用語 因為喜歡韓劇 喜歡孔劉 我愛你 第三個 獨履者天堂 因為喜歡一個人旅行 我喜歡一個人旅行 對 避暈 不是避暈 大忌水果 避暈 糞便中藥材 妳很喜歡 藉由一些戲劇 公鬥劇 來了解中藥材 所以妳是從大腸經開始 對 從大腸經開始 大腸經 星座順序 星座排序 這是妳擅長研究的 卡羅啦 星座都是喜歡的 藉由她來了解人 是嗎 對 跟夥伴 太平美人歷史 妳的歷史很好 還不錯 喜歡看公鬥劇 客家庆典文化 講的當然就是因為妳 剛好接了客台的戲 客台戲 然後妳能夠因為這樣學 我還以為妳是客家人 搞得不然妳不是 媽媽是 但媽媽旺光光 所以等於我拍那一段戲 我把客家話學回來 她跟著我一起 真假 她會講 妳真的 妳有去查過妳的前世 是九關鳥這次嗎 沒有 有查過 沒查過 但應該相去不遠 我覺得相去不遠 模仿 現在叫人家就說話 對吧 對 要不要 我知道妳用這個方式 我真的蠻緊張的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好 看完所有的題型囉 加油 第一題 小童星好了 因為應該只有我有 這個特殊的背景 太特殊了 四歲耶 對 對不對 好 才知道誰是爸爸媽媽 妳就要開始當童星了 真的耶 我先認識導演 才認識我爸爸 所以妳的生父是 我不知道 不是 是我爸爸 不知道 意味著在錄影前 真的到這樣一個消息 真的 尋找生父就是下一個 小心一點 我爸爸 尋找妳的生父 可能是下一波重點 我們這樣會 叫童星 好 請主題 很可愛 妳應該知道吧 好少文應該不是 小燕姐 我覺得小燕姐 好像是五六歲 還是七歲開始拍電影 小燕 快點 請主題 妳剛剛這樣琢磨 就完全滿像的 她們都大概是五六歲吧 因為有一點 對不對 對 但我記得小燕姐 小燕姐好像不到五歲 我記得她爸爸 都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她好像三歲半還是什麼的 就出道 然後會被台詞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小燕 小燕燕 答對了吧 恭喜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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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燕真的是 年紀最小的童星 她在1982年 演又見阿郎的時候 才三歲 那這個好少文跟小黎 差不多大的時候 四歲的時候就開始演戲了 那時候演的是孝林小子 相信很多人也都看過 那小燕姐呢 其實她的第一部戲是 聖女媽祖傳 那個時候已經七歲了 第二組 好 那就 星座 星座排序 請主題 十二星座的排序當中 哪一個星座的排序是第一個 A 水瓶座 B 雙魚座 C 牡羊座 我的答案是 C 牡羊座 聽說定 星座排序 對 它不是按照年月份這樣走 是 不是 我是因為看唐老師的書 他就是會直接把排序排好 所以牡羊都是第一個 有它的道理嗎 排第一個 其實我這個還是 牡羊是幾月 三月 三月 四月 三月底 四月 三月中到四月中 三月底到四月 這樣也接金牛了 對 星座排序你們知道你們是第一個嗎 我之前是有聽過一首歌 叫王力宏的歌 我就一直以為它是 比較後面的星座 對 可能要看書啦 真的滿活潑的 對 對 那今天是第一個 一個年的第一個月份 對啊 可是 因為雙魚都已經被我槓掉了 那水瓶 對 對啦 牡羊啦 我不要 我不知道 牡羊啦 這還是快瘋了 牡羊 牡羊 快拍 妳是拍的嗎 我不是拍的 因為我太愛看書 那它真的有好好拍 但是只知其來 不知其所有的 對 為什麼 上話告訴我們 來 好 要告訴大家呢 其實這是有學問在裡頭的喔 像是太陽它不斷地在轉動運行 而太陽運行的這個軌跡呢 我們稱之為黃道 那如果把我們地球的赤道 無限的放大 跟黃道交接的這一個點 相當的這個點 就叫做春分點 那在這個春分點之後呢 我們每30度畫一格 360度就畫12格 其實可以把它分成12個宮 也就代表著12個星座 所以呢 春分點是3月21號 也就是這個呢 太陽運行到這個時候呢 就是牡羊座 因此牡羊座 就是所有十二星座的 第1個星座 1萬在門口啊 來 客家文化 請出題 漂亮 開墾什麼 弓炮 炮是一種武器 所以應該是要對付的 B 我答案是B 防止盜匪侵犯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 A 他們其實是一個 防禦性滿強的一個族群 然後很謹慎 所以我覺得 會攻炮成的話 我想像中應該是一個會 為了要抵抗外武 然後一起圍一個防線 然後丟炮出去 炸壞人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炸壞人 炸跟自己 元宵節是什麼時候 幾月幾號 八月十五 元宵節是八月十五 元宵 不是 元宵過年 請揭曉 不要我 好 這 攻炮成呢 其實在客家裡頭 也叫做尖炮成 它其實就是對客家人來說 是烽火台的一個概念 在清朝末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鑽亂平凡 所以當時的人 為了要激起鬥志 就有攻炮成的這個活動 就是用這個炸的方式 來驅逐這些盜匪 那一直就傳到了現在 其實這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那現在在很多台灣的地方 已經逐漸的消退了 不過苗栗後龍 還是持續有在 把攻炮成這樣的活動 那其實它基本上 跟這個炸寒丹 也是有點類似 它是用一個很長的竹竿 那系著一個這個炮竹的東西 然後你拿東西上去丟 讓它炸 所以這些炮手 他們都要做很完善的準備 不然可能就會被這個炮給炸上了 來 恭喜到一萬元智慧金幣 答第三題了 好 來 第四題 韓式網路用語 我覺得 好 那就韓式啦 孔流 對吧 好 那就糞便 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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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材 請出列 請問古代會出現的中藥材 左盤龍 鴿子 鴿子 鴿子很普通耶 這怪什麼 男童的龍 腹齒又鼠的糞便 太難了 男童的糞便 會不會有點變態 就是男童的糞便 那現在會有嗎 現在男童糞便是誰的呢 三分三十五秒了 好啦 那就 左盤 左盤 A 三分二十五秒了 A嗎 去索立 第一個被妳刪掉的是什麼 我覺得B 第一個被妳刪掉的是B 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 有一點點很學術性 會不會是故意來騙我 因為他想說 你就選擇男童的糞便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說古代會出現的中藥材 我覺得古代的時候 對於男...就是人體的東西 都會覺得它會可以入藥 然後又特別講古代會出現 就像尿療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是 男童的糞便 選擇男童的糞便的舉手 一個 我也覺得是男童 為什麼 沒有 我只是因為 男左女右的左 然後男生 在古代應該他們覺得 男生就是龍的 那個 OK 男生是龍 女生是鳳 對 對不對 聽起來合理喔 好 好 什麼 請揭曉 好 好 好 今天答案其實是 鴿子的糞便 那之所以叫左盆龍呢 是因為它通常都是 往左旋轉的樣子 因此而得名 那我們剛剛小黎選的是 男童的糞便 其實呢 大家應該會 在這個題目裡頭會發現 古人還滿愛吃屎的 為什麼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左盆龍 還有一種東西叫 它是兔子的糞便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東西叫 就是人的糞便 那通常它會 娶十一二歲的男童 在冬至的前後的時候 排泄出來的糞便呢 加一點泉水跟井水 腳盼打成枝之後呢 經過過濾 再把它儲存到桶子裡頭呢 埋到深處 較長十幾二十年 拿出來使用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變成一種 化鼠去瘀的一種非常好 可以解濕毒的一種藥材 但同時這種金汁呢 也可以做成生化武器 除了可以這個藥用之外呢 通常在工程的時候 下面有人一直在爬上來 這個時候你把這個金汁淋下去 滾燙的金汁 一下子燙傷它們 又把這個糞便裡頭的髒東西 直接沾染在傷口上面 所以它也可以讓敵人指名 男童震動多好用啊 什麼 它叫金汁啊 我就有記得有一個是 小男孩的大便 但我忘記它是什麼藥 真的嗎 送給他 一萬七位新秘的禮物 怎麼看 溫度震動時間 三種調整模式 四個震動點交叉循環震動 改善整體表現 那你下一回合得四個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